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缺領太 在今天一開始 所針對的美股行情裡頭 當然從道瓊開始 昨天要睡覺之前的話 看到是一個大跌情況 結果道瓊最後收盤 竟然是小漲了30點之多 這是在道瓊上的一個變化 如果你特別把焦點 轉到NASDAQ部分的話 來看一下下 事實上在NASDAQ部分 在今天所看到的 下跌的數字的話 跌幅是比較 相對壓力比較大一些些 跌幅達到0.63個百分點 下跌33大點之多 我們來看一下下 來看到NASDAQ 日K線的走勢 基本線形裡頭所看到 也是一樣 呈現是一個比較橫盤的整理 那麼橫盤的整理 過後這個行情 是特別要關注到重點 其中更重要的重頭戲 我們把焦點 拉到現場來看一下下 這是一個關鍵州 搖擺州的部分的話 川普卻反而是一個領先的情況 大選黑天鵝 骨子來了嗎 布倫格里頭所做的調查 搖擺州支持率以頭 川普45% 超過希拉蕊的43%之多 這個羅傑斯 這個羅傑斯他怎麼說 川普可能要當選了 全球陷入災難 強美元積極避險 哇 鼎泰兄怎麼看呢 好 這裡分兩個部分 就是說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大家 現在大家都認為 好像前一次辯論完 希拉蕊 好像躺著就選上了 事實上選情的變化 是越來越有趣 越來越有趣 我要跟大家講的觀念就是說 投資朋友 你看這裡 這個選舉真的是 什麼叫黑天鵝 就是你沒有辦法預知的東西 突然就跑出來 那記得我前幾天有跟大家講 包括我的臉書 我都有聽到 怎麼那麼奇怪呢 不是說大家都說 希拉蕊躺著就當選 為什麼墨西哥 批索是在貶值的 我跟你講這是反向指標 我一直以來就跟大家講 這一檔股票 叫做堪薩斯南方鐵路 你看看 這一段時間都讓你覺得 因為他是反向 川普如果聲勢拉高的話 川普的聲勢如果拉高的話 他就掉下來 我們用筆來跟大家做解釋 川普的聲勢如果拉高 川普的聲勢拉高 這個股價就往下 那川普的聲勢往下的話呢 他就彈上來 所以你看今年以來 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川普都是 這個區都是領袖 都是比較比較弱的 那這一段時間就第一次辯論 第二次辯論 然後第三次辯論 就沒有再漲了 就沒有再就一直跌了 他是反向指標 包括這個 這個很奧妙喔 你看大家都說 希拉蕊穩贏的時候 你看這個 我常常講說 怎麼叫股票 股票最好很奧妙 它就領先市場的 它就有領先市場的 所以是不是 當然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到 剛才說那45比42還43的話 差距也是很少 差距也是很少 但是市場上這個 大家都認為 你看只有差距2%而已 還不知道 不過你越接近 選舉居然出現這樣的 以前那個 那個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有沒有 他在剛開始出來選的時候 他的民調是輸那個之前 就是說要跟他進行對手的 對手那個是輸了六成 最後他居然大贏 這個這很奧妙的 這個事實上這個 就算我們說 這個以後再來跟大家講 就算希拉蕊當選 川普的效應 也不容小覷 全世界包括張中謀 張董都提到 這個保護主義會慢慢盛行 所以他幾乎跟你 他幾乎 就在一個多禮拜前 他還講這個什麼 美國TPP有沒有 根本不會成行 大家都要知道這個觀念 我們知道它是反向指標 那我們再從 我們知道 來到這裡就討論基數現行 那如果這是一條警線的話 他昨天微破 他昨天微破 當然我說技術面上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有兩個關卡 這裡還有一個關卡 那第二個關卡破的話 沒救 我最近一直在談這個關卡 頭部行程一定要破兩關 第一個關卡破的話 還有救 還會救 他還有救 但如果連第二個關卡 第二個關卡就在這裡 就是附近 第二個關卡 因為這裡是所謂的支撐區 那如果第二個關卡再破的話 通常股市就沒得救了 沒得救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個關卡 這個就是說 這個樣子的技術面 這兩股票 就大概沒得救了 那你說會不會破呢 你看這個樣子 照理說這裡不應該破 上次微破就上來 微破就上來 那這個是假突破 這也是假突破的 假跌破真突破 可是它現在頭部越來越像了 像頭部越來越像 那最奧妙是 這個情況的話 會不會真的讓川普勝選的話 那一樣 這個我們剛才說 這個羅傑斯 第二個要講的是 羅傑斯 吉姆羅傑斯 事實上這幾年 包括從去年開始 他其實在 在買美元避險 當然他希望 那事實上他也預告了 因為他通常是從 整個市場的觀念來 這來過台灣 羅傑斯 吉姆羅傑斯 來到台灣 那搶美元避險 那美元最近也比較強 像這個都透露著出 這個所謂的關鍵時刻 那談到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盤後現在 我們剛才是講到這個蘋果 剛才蘋果 那蘋果的話 來看一下 蘋果它現在市場上說 良好三壞 那當然就是關鍵了 大家說良好三壞 那三壞的部分 它比較嚴重 第一個 它是這十年來首度 盈利是衰退的 衰退的 它不是負的 是衰退的 那我昨天跟大中去捡三乘 那印度的市場 更是排名居墨 跟本談不上四站 對印度跟本談不上四站 那 投票 你就要知道 現在全世界最寄望的兩個 對智慧型手機 最 結果..需求最旺的 就是中國 跟什麼 跟印度 那以中國大陸 剪三乘 剪了三乘 那印度沒有辦法排名 那智慧手錶的話 掉了7成 銷售減了7成 你認為良好傷害的話 這個架構是怎麼樣 再從技術面來看 我覺得技術面是比較重要的 我之前跟大家比較Intel 現在的盤後德宜 財報大家認為還可以 德宜的股價也掛了 並沒有漲 他現在是在平盤小跌 德宜是上一次帶動 上次公佈上一季 就是說美國的第三季 就是我們第二季 公佈我們第二季的財報的時候 德宜是大漲的 德宜就跟 譬如說跟聯電 也有關係 可是聯電昨天公佈財報很好 法說財報很好 股價在ADR是跌的 是跌的 跌的 注意 我們等一下看到他ADR就知道 那我們就看 這是Intel 我當初說Intel公佈 你看Intel 我們照近一點好了 Intel股價還比蘋果更好 他在公佈財報是這一天 公佈之後跳空跌 你看這幾天有沒有上來 沒有 我說過第一個關卡破 第二個關卡破的話就很嚴重 因為這一個關卡叫做斷頭缺口 斷頭缺口 我們再來看蘋果 蘋果這一關也是第一個關卡 隱隱約的斷頭缺口 如果這個再破的話就是大景線 W的大景線 這個大概在112附近 那我們給他一個 到底是假跌破還是怎麼樣 你要看到110塊跌破的話 蘋果就不妙了 你用未來這一週一兩週 實際上也沒有差多少 昨天最低它113 113附近 收到115 那這就是關鍵 關鍵時刻大家一定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相關的國際股市的內容 來看一下國際股市的內容 那國際股市的這個機動商品變化不大 那道瓊拉尾盤是因為波音 波音權重股漲了4% 其他都沒有變 注意喔 油價好像 好像已經兩天沒有來到50了 沒有辦法暫回50了 兩天了 那恐慌指數慢慢越好一點 要回到15喔 今天 因為這個彭博社這個消息一面 是今天凌晨才出來的 今天凌晨才看到的 所以我們再來把這個我們的這個 這個slogan再喊一次 台股新攻略怎樣 帶你掌握全世界 帶你掌握全世界 你看你們 頻道還沒有 我們已經跟你們說 川普的這個民調跑出來了 這個是很重要 那同學 我要你啊 我們這個早上的節目 就是要讓你得到最新的訊息 我不是說講什麼 技術面 就是我們剛才跟大家講 那些技術面的關卡 那當然是很重要 你幾乎沒有看我在電 同學你什麼時候 看我在電視上跟大家講說 KDRSI 我不要再說話 我已經一直 我來這個市場上26年了 前十年在技術教學 交了十幾年 我越想越不對勁 那個用處真的不大 你看看你到華爾街 所以你的視野一定要管 你到華爾街去看 這個股的分析什麼的 有談到技術面 譬如說最新的這個美國 這個技術派大師啊 就在兩天前講的 他說美國在做右肩 在做頭部的右肩 你看右肩是什麼意思 這是KDRSI嗎 這是移動平衡線的扣底嗎 不是喔 它叫形態 全世界講的形態 因為你只有形態 你才能夠在這個程式交易裡面 設置它的停損點跟停力點 大家有沒有聽懂 大家不要去鑽那個什麼KDRSI 什麼金線扣底 那個老外根本完全不用 因為那個沒有辦法 幾乎沒有辦法設定程式交易 因為破線 一個破線它就有破線的做法 剛才我們跟大家講蘋果 破線有破線的話 破線你要手停力快加碼才看得出來 所以全世界都在用形態 對 量價的結構跟形態 這個都很重要的 所以 所以你現在還那麼KDRSI 移動平衡扣底好像很專家 那沒有什麼啦 第一個 第一那沒有什麼 第二沒人在用啦 沒人在用 那是落伍的 現在市場上比誰的資訊快 資訊快 國際股市你再看一下 裡面內容 那這個這樣就要注意了 就是 美元會不會變成避險的 因為我剛才說這個消息 來自於這個 這接近盤後才出來的 接近盤後才出來的 恐慌指數來到6.6 你會覺得很奇怪 慢慢的來 慢慢的來 其他的變化都不大 變化不大 中小型股再跌 那低率生計指數的話 大概也快要整理結束 這個明天 明天我們再來談 國外的生計指數 那今天我們會加強的重點 在這個 這個 國內的生計股的相關個股 那這個我們上半場的結束之前 還是老話一句 投資朋友 我們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不要忘了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訊息 一樣 請留意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資訊 這個禮拜 超重要的 財報公佈了 快要結束了 台灣的財報到底是怎麼樣 什麼地雷股 昨天光紅最扯 拉了半天財報公佈是虧損的 這種地雷有好多好多 這個我們跟大家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個這個下半場 大概要講什麼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雅股的行情 在雅股的行情頭 日經 日經又是一個開地的情況之下 可是開地之後的話 看起來跌幅有些許在收斂當中 除了日經之外 來看一下韓國股市部分 韓國股市在昨天形成 是一個重作的情況之下 今天反而是反向開高了 彈幅在0.34個百分點 美股算漲低誤漸 那麼在日韓股市部分開牌 也是一個霞幅的震盪 對我們來 我們下半場 要預告一下 這個光紅 昨天莫名其妙 盤中這個我們早就慢慢知道了 我們 因為他的訊息這個 早就在我們研究船隊的範圍裡面 你看股價拉這樣子 交易所強迫他公布 然後財報提前公布了 第三季劇場還是虧損的 這個由於有哪些股票 還會出現這樣架構的話 不要忘了 眼光不要離開 倒茶可以 倒茶可以 倒個茶趕快又回到 我們要回到這個現場 跟大家做比較更個股的一個分析了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南港一半假有心就有家 超級花園完美落成 千品度假花園 自備九十萬起買房談妝房 全民千松有家 超級花園 The New Audi E4 搭載十二點三寸全智能一金一表 所有資訊盡在眼前 舉正式LED頭燈 以科技撼動極致 新時代引擎更大馬力 更地有耗更震撼人心 The New Audi E4 科技之神 月赴九九九九即可入主 圓夢趁現在 進化科技 定義未來 我可以是 大江南一滴 那兩三個 一滴 成為人的一滴 成為最多的一滴 成為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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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tro欧风料理 Q弹酥脆 香辣过瘾 翻炒洋葱彩椒 满足味蕾 好享受 麦当劳西班牙辣味鲜虾宝 欢迎收听台股新攻略 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的话 我们一些信心态的节目 跟重点部分再提醒给大家 早上80分钟开始的话 鼎泰兄太重要的国际聚焦的开始 到80分钟 你不可不知的焦点新闻 跟8045分有期货操盘的关键 这些关键密码 您都要了解到 开完前6分钟 还有独家多条件悬股 有多的也有空的 其中盘中最新的创举里头 这个盘中我最准 直接这股价动起来的话 马上会给分析师 这个时候到底是该买该是卖 或者是在急煞情况之下 也要连线给我们鼎泰兄 那么鼎泰兄 这些个比题材的部分 可不可以有些逢低 这个回补 或者是进步 有些加控这样的一个力道 这些都是在盘中 我最准里头 先预告三分钟 给大家准备一下下 好 鼎泰兄 刚刚所看到的 这些个比题材 尤其从光宏的开始 看起来压力又大了 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是标准的做空的 我不是那种忽多忽空的 而且我的客户 就是我们投雇 就是要做我们的会员 都是做空 然后急煞 回补 拉高在空 那这个节奏 因为我认为这个市场上 包括投资人可能也有 因为目前看这个市场上的融资 跟融券来说 大概目前散户投资人 有七成左右都是 抗瓦跟我一样的 这个反映到我们收视率 很高的因素就在这边 所以你如果关心这一块 你如果认为说 老师指数九千三 九千四 好像没贪到钱 这股票就是有问题了 那你如果说盘中 因为我再讲一遍 空急煞 回补 拉高在空 你听不懂 我说一遍 你的股票如果急煞 可能是我们半空的股票 是不是要临时赶快做回补 拉高在空 那第一个 或者说你的股票突然间破现了 对不对 那我们是要那个市场去加空 这个盘中你不够 把我们稍微研究一下 给我们参考一下这样感觉 这真的很有美感 这攸关你的东西 如果你做空 赚到空单的钱 你要不要快速回补 对不对 如果你是做多套助的话 那你现在自己也拆在带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苏显就跟你预告一下 那大概一两分钟我们就连上线 是 马上帮你解决 这股票是金钱的游戏 请你不要 分秒必争 对对对 人家说时间就是金钱 反映到台股是最重要的 好 光宏来 光宏我们就知道 你看这个炒成这样 炒 这个叫二炒 炒成这样子 然后爆大量 被人家祸出光光 被人家祸出光光 原来QE是赔钱的 你看 你再看看 你说这个投资票你看 光宏昨天来回15% 昨天还刻意拉高 你看这个是接近5% 然后打到跌停 同志朋友 你人家说 我还是那一句话 如果你是变成人家出货的对象的话 你就买在相对高点 很不费 你看前几天所有的分析师 讲多都在讲光宏 然后交易所 强迫他公布财报 原来他是亏损的 季报也亏损 单月 上个月讲9月 因为一般来讲公布 单月的营收是 公计成长率 也不会公布他的获利状况 也是亏损的 你投资票你自己要知道 因为为什么这个 这个迷赶要抓 所以我今天对于 加钱指数的看法是 投资票 快逃命 快卖 快空 你千万不要搞不好 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你刷蛋 买乎 要怎么办 这个都是观念 因为本周这个礼拜我们有市场 市场的全国 北中南 你看看 北中南 这市场台北苗栗抖六台南 南不是台南抖六苗栗台中 这几个大选美国来了 你看美国股市刻意印针 这个答案很快就会有了 当然我说过 台湖新工业让你知道什么 叫堪萨市南方铁路 那不是变成真的川普的领先指标 恐慌指数为什么突然间飙高 还有呢 光虹这样 你没办法买到 买到大家老师 跟你说的高点 你现在麻烦了 昨天还杀到跌 你昨天15%了 国肖真的是 你那个变成地雷股的 有多少党 那因为 这个光虹要出货之前 还先拉高 这样懂意思吗 光虹昨天要出货之前 快率先拉高 然后呢 我们软体怎么带着你掌握转折 一小博大 我们可以跟大家几个 像胜利之前要跌的时候 软体怎么做 3662的这个热身 之前我们看空 软体怎么出现 我们这一并来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在嘉然指数 我们建议是 快逃命 快点卖 快点空 这个 那一般来讲的话 投资人如果有疑虑的话 你还可以参加我个人的Facebook 参加我个人的Facebook 那我说过我们是做空的 那市场上大家因为你看那个 这个所谓的证券跨播账户 那个余额减少那么多 投资人跟我站在一起的人很多 可是啊 你不会做 我来帮你做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志勤有没有 这支他说得到 欧美人照进一点 照进一点 他得到这个美国 欧美的这个 这个药证 刚好全部到光光 你看到没有 刚好全部到光光 你看这支有看到没有 刚好全部到光光 大力多大出货 主力大业内 大力全面出货 就在这一根 就在那 你自己看嘛 那一天出货留下 你这个长黑棒开高 差点涨停 然后大跌 这样连线都破了 同学朋友 你是不是专门被人家这样耍弄的 再来看忠誉 忠誉 生计股你真的要小心 大疆 大家有这样 说的股票 说就做生计股 没人不说大疆 你觉得这样对吗 你这一个月已经赚不到钱 他第二个光卡即将要破 大疆最强的生计股 没法就跟百元比 百元 天天动不动就破底 你这个股票三四百块 三百多块变得一百多块 你真的会输得很惨 你如果傻傻的还在执迷在那些 主力啊什么 你很惨 那这几天我们大家不是把大家安折阿末 UA 对不对 昨天在中错 对啊 昨天又中错三% 前一天跌了14%左右 昨天又中错三% 你看 你看这从三百几块落到存多少百几块 我们还在空 你看还在破底 这前几年大家都说很好的 很好的 得利 得利你看 得利还有库存的问题 怎么消化库存 这个传产现在穿烁化股在叮当 中钢啦什么 其实这个仿尺这一块 真的很惨 你看这个几个大头部都出来了 投资员你不行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啦 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疑慮 生计股啊 你干嘛怪怪 你可以直接看我们 待会我们这个收盘的 这个我们讲完的那个 那个广告当中的讯息 你可以跟我们真的要联络一下 因为早上马上面临到开盘 没人到开盘 那我不能不能说掩盖事实啦 特斯拉盘后涨4% 今天啊 像但是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相关的股票 他也不完全是特斯拉 他最早是这个北极星 北极星啊 连续两天 跌了六七% 所以特斯拉盘后涨不太上去 你都要知道 最近法人根据我们观察 是在砍这个车用电子 因为认为车用电子的 本益比过高 像这个我也跟大家提到 这头部慢慢的一都出来了 他最早融资天天 现在还在增加 会来到高水位的八成 亏损的 你要小心那种季报 公布下来 亏损的 亏损的恶草 最后都会很难看 事实上 3662的热身 就是最好的例子 变得没薄 还去 这个 弄什么 这个 西米 可转债 恶草 然后并购 搞不好你这个 月底这几天 再没有出来 这个钱再没有入账 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连快期支都不愿意帮他做账了 这个也关系到第三季财报 我说过这大头部 那你这边画一条线 这是很大的头部 那去年的这个 因为他去年才新上市柜 是在221 那会不会破 会不会破你都要注意到 因为他还在260 那我们再看 来 我们照到这里 技术现行一个基本观念 破了 你就把空单先略做回补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再一次反弹 所以前一天反弹 昨天又藏黑了 那你如果每一次 像每一次关卡 每一次关卡 你都来不及来做出了 那就 投资人你是大错特错的 大错特错 像这样 那部半缸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 大头部出现 第二关卡 打到说一定会弹 弹到这里 你看 今天一不小心 今天就破了 是不是 这是去年的腰骨 去年的腰骨 连牙 新疆都是腰骨 有没有 永贯你看 这个也很好看 你看这个 这个跟同志 这个叫 永贯营收很好 营收写历史高点什么 基本面很好 骨架变成这样子 你看不是这里 你看这里 每天破底 你看有行吗 这公布财报是大利多 这公布财报大利多 现在变成这样 昨天这一两天 公布财报之后开始跌 这不可以破 这破到这就相同了 你看 但是这个是比较逊 这个还有上升 这是形态上的雷同 形态上的雷同 波洛威 你看美国那菲尼斯 根本都不涨 都要小心了 波洛威 有点这个 第二关卡破 第一关卡破 他会弹上关卡这里 第二关卡破 会接近 来照到这里 照到这里下 会接近 会接近 你看第一关卡破 一定弹到关卡 第二关卡再破的话 连这个地方都碰不上了 所以第二关卡破 是没得救的 如果还用跳空的 就叫做断头缺口 这种技术面才有它的价值 又简单又好用又实用 不是KDRSI 你可能很少上华尔街网站 你在华尔街网站去看的话 国外哪个分析在跟你讲KDRSI 跟你讲扣底 那个东西他怎么做 做这什么 这个进出货的进货 或者买进货的停损的依据 没有办法做依据 那动不动去顿化 就要没来没去是怎么用 对不对 来看一下 反正也是在等第二关卡 这也是标股 这也是标股 这个这样 你看这支有都霹雳 它说到日本合作 那些大利多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都有利多在出货的现象 然后我每天跟大家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们这几天讲的股票 跟前两天讲的不一样 每天不一样的股票 让你看才知道说 原来很多股票 都不是你所想象的 整个市场上 每个头顾老师 讲多的股票有威科 东西就奇怪 专业人家就去股票 我们榜康的青菜讲一堆 你没觉得奇怪 来 大选过后 这个礼拜来 注意一下 台北苗栗 斗六台南 我们活动的范围 那请你要参考 我们广告当中的一个讯息 这个礼拜 刚好您就下个 这个礼拜过了 就下个月了 就下个月 下个月就是美国大选了 就在下个月的月初 一些什么 还有财报 季报公布了 苹果不怎么样 英特尔不怎么样 今天盘路公布的 德宜半导体也不怎么样 所以昨天联电在ADR 跌了3% 昨天不是利多吗 昨天的法 所以反映到昨天 联电在美国的ADR 居然跌了3.5% 你要注意一下 财报不是你这样解读的 但是当红森 什么那些 热森等等跑出来的时候 昨天的光红 你都要做地雷股 马上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地雷股 待会一定要离于我们广告当中 活动的信息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顶太兄 顶太兄特别提醒 这些个别问题 在转车之外的话 10点吃饭持续锁定 还有盘中 我最终的年线 请你持续锁定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